什么浇花子 棺材里面还有人 我也在纳闷 这一路上 我确实是按着老爷的吩咐 我连眼睛都不敢眨 可是我实在搞不明白 那个浇花子 什么时候钻进棺材的 你的意思是 这个浇花子 从棺材里面长出来的 不不不 老爷 老爸都不是这个意思 行 下去 是 是 老爷 老爷 此人绝非不宜乞丐 如此简单啊 他一定是事先知道了 棺材里藏有军火 然后再搭了这趟设分车 目的就是想知道 这批货运向哪里 老爸的手可不抄 能在他眼皮子底下 钻进棺材 此人必有来头 你的意思是军方的人 是 爱管这事呢吗 特务术 难道客松那边出了问题 十有八九啊 要果真如你所言 那就麻烦了 这批是新式武器 是有数的 一旦追查起来 客松就完了 老爷莫及 带我骑上一罐 老爷 大吉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十老板 十老板被经营人能给扣了 什么 来通海干什么 生意 这个时候才来 路太远了 我们天不亮就出发 怕耽误了速度 什么生意这么着急啊 大爷 最近通海不是出新茶吗 过了这个季节 踏沉了 就卖不了好价去了 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 外面兵花马乱 为了安全 这么说 他们都是你的达官 什么是达官 保镖 对 这么说 他们都有武器 没有 通海的规矩 我们懂 没有 给我搜 给我搜 大土壤到 哎 兄弟 外面什么情况 谁要来通海啊 你给我老吃点 你别踢我啊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哪 大同事啊 那位啊 是池老板 我的老朋友 金龙茶的总代理商 池老板 我记得给你金龙令了 没给大同事看哪 靠国了 池老板 这位啊 这位啊 就是金国不让须眉的 大通事许夏合 刘雅 我怀疑他们有武器 外面兵荒马乱的 带点武器防身哪 正常 通海的规矩 不让带武器进入 他们是老朋友了 要真是出什么事啊 我担着 把包给他们 不要让大组长难咔 大同事 他们没有武器 你看 查过了就放心了 我不喜欢你们 以后不许来了 再来 我就杀了你们 我说大同事 我说过了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 你的朋友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 通海就快变成外人的天下 大同事啊 大组长要不做生意 那你们进营吃什么 整个通海的百姓 那怎么生活啊 是不老爷 大同事跟大组长说话 轮不着你插嘴吧 我觉得你们进营管子 是不是也得太宽了 老八子 你心里清楚 如果没有进营的手 通海早就不知道 落到谁手 别太自以为是的 通海并不是没有进营 就要灭亡的了 闭嘴 大组长 我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从今天开始 金龙谷只许出不许进 大同事 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山上出了问题 你负责吗 大同事 天色已经不早了 他们大老远来的 就这么让他们回去 我们有点太不讲情面了 要不这样 先让他们进来 以后的事情吧 咱们好商量 老八子 哎 把他们带到住的地方去 是 老爷 是老板 过来吧 坐 快速点 起来了 别拿去 大同事 给你们金营买的新式武器 试过了吗 给金营买的 要不老朽抱着铁疙瘩 躺在棺材里入土啊 难得大组长有这份心 我带金营的兄弟们谢过了 啊 金营买的武器呀 都是老古董啊 该换了 就是缺钱 要不是做买卖呀 可真没钱哪 金营买那些老古董 守了通海几百年 也没出过什么岔子 大组长 别再跟外人做生意了 我们不做生意也没饿死 大同事 靠山吃山的时代呀 已经过去了 要和外面多交往啊 不行 通海的口子撕得太大 迟早会出事 大同事说得有道理呀 外面的确是兵荒马乱的 不过 咱们金营有了新式武器啊 也就不在乎了 这事没得商量 你派出去的那些金龙令 我会一一地收回来 还有呢 刚刚那五个人十分地可以 尽快让他们离开 是老板跟我合作了三年多 从来没出过查错 但愿他不是第二个师父 那陈将也能让人吃饱饭吗 怎么能让我做个饿死鬼吧 这里边是什么人 棺材里的客人 谢弟 把他沉了 是 等等 那同事 武器你们已经拿了 这个人就留给我吧 真是你的客人 不不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我正想问问他 他怎么跑到我的棺材里了 好 麦大赌长个面子 人给你 好 呦 施老板 好久不见 呦 欢迎欢迎啊 施老板记性真好 还记得我 施老板可是通海 第一个拿到金龙令的外人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施老板 这次来还是收茶叶 当然 还是茶叶 只不过这次需要的量比较多 恐怕要在这里多住几天 哪里哪里 这次 辛苦谢老板了 不用谢 不用谢 只是 大组长不点头 你们可千万不要上山下 万一被担成闯山者 那就蹭了 放心 你们的规矩我懂 我们绝不亲自动手 你们把茶叶猜好装穿 我们负责接货就行 这可是大生意啊 怎么谢老板 也有意思入骨 那可不敢 我们是做地生财 跟外人做生意 那还只有骨架 施老板 房间给你们准备好了 里面请 请 吃了吗 吃了吗 好 老爷让我在这宫厚多时了 请 各位里面请 好 小二 你快闪闪 同志大同事 好 快去 就这么把人给古老头了啊 人家都把话递过来了 我们拿了他的武器 搜了他的人 结果什么都没查出来 不得做个顺水人情 让他给东西 大同事也懂得迂回之术了 战斗中成长嘛 把人先给他 看看他有什么花样 到时候 新账旧账一起算 要急 还有 那几个人我总觉得不对劲 眼中有杀气 你们盯紧了 一有什么状况 立马向我汇报 明白 知道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 是 老爷 大祖宅 您来了 陈老板在吧 在里头 请进 你先忙你的吧 好 没想到大祖长大家光临 有失原因啊 你们几个先出去 不知道 大祖长有没有带来 我要的那批茶叶 沈牧先生 你不是真的想买茶叶 去年我卖给你 一批茶叶墨子 在我们通海啊 连牲口都不愿意吃 你却出了一个高价 可是 转手就把货扔到峡谷了 大祖长 我想这里面 一定要误会 赤牧先生 我古某人今天能坐上 大祖长的位子 靠的可不是运气 大人 可是如果您跟我合作 那您的运气 可就真的来了 那要看怎么个合作法呢 在通海 古许两家自古以来的恩怨情仇 我也是有所而为 山上的徐家 负责通海的安全 而山下 您负责提供粮食等生活的必需品 可以说 是大祖长您一个人 养育了这一方水土一方人 可是按常理说 我觉得您不应该只守着山下 我认为整个同海 都应该是您的 是牧先生 话可不能乱说 这要是传出去 按照我们族规 可是要沉浆的 大组长果然是聪明人 那我也不绕弯子了 我这次来 是想上山看一看 我知道 那里是剑地 所以 所以 需要您的帮助 可来赤木先生 不是商人这么简单哪 这山上 机关重重 这么多年来 私自闯山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这你不用担心 当然 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是原于我父亲当年留给我的那本日记中 记载过同海这个地方 像当年他也是为了追求梦想来到这里 可是从此以后 再也要无音血 所以我希望 您可以给我这次尽忠和尽孝的机会 对 顺穆先生这番孝心 令顾莫人 深感钦佩啊 这山上明强案件的 你真被怎么闯山哪 再说了 这山上是归许家馆 我只是个生理人 对了 这次我给你准备的都是上等货 不过这价钱 全不是问题 保你满意 走 好 你快走 走 快走 那 月的顾莫为了 找找找找得快 解决的话 就再也没活着回来 八草 把货抬进来 池老板 货已经给您送到了 来 抬进来 告辞 告辞 来 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个中国人居然自己一把武器送过来 帮助我们 这可能是个圈头 这些你们不需要管 你们要做的 就是服从我的命令 老爷 咱们真把这批武器交给他们了 日本人只有四五个人翻不了天 是 这几个人也讲不出什么乱 但是老爷我担心 咱们把武器给日本人这事了 那是被许夏合知道 许夏合发现不了 日本人哪表面上签工啊 可心里头棒得很 四五个人就想打到山上去 我看呢 他们一个也不能活 老爷 五人都死了 没证据 死无对证 我怕什么 老爷 我明白了 您这是一剑双雕啊 既灭了日本人哪 又震慑了金银 老爷 够了 这许夏合从来不把我这个大组长放在眼里 这也算给了个教训吧 够了 老爷 不知道大同事有何贵干 老爷 阿雕 公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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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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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跟我跑去 没有 走 老同事 你这是 我想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老同事 少妹妹发现 例行检查二名 希望你在通海安分守警 跟谷庆夫做完生意 立马滚出去 走 可是 别忘了 你们可是帝国最顶尖的军人 你们应该知道这次行动的重要性 等我们攻下了龙脉 再杀他个回马枪也不止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金益营的行动有些异常 我们的行动暂缓 等我们莫清情况之后 再行动不止 你们没事吧 我去青龙中 你们先去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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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母军太早了 十旺 我们不能再忍受 还活在九百年前了 钟馆 听说因为他是天皇太子的同学 将军才特别关照他的 实际上他连一次单兵作战的坚印都没有 更别说只会团体作战 难怪他会提出如此荒谬的作战计划 只按照地图探论还不行动 真是可笑 你看他刚才那副卵蛋的样子 帝国军人的荣誉都被他丢光了 我们要让这群中国人 见识见识我们帝国军人的消风 的确 听他的 还不如发挥我们四个人的指挥 如果他的作战计划失败 那么我们会不明不白地死在 那些还活在冷兵器的中国人手里 我们会成为大日本帝国最大的笑话 将军他只会看结果 只要我们找到龙脉完成了任务 至于用什么战术 完全看我们自己 做好准备 今晚学会 大日本帝国军人的 报告 请进 秘书许多梅签来报到 欢迎 这是我的档案 新秘书 我们这儿的工作 不需要过于地规征 你脸怎么了 任务失败 受了点小伤 你们处长太不近人情了 我都听说了 医院的行动责任不在于你 你放心 你们处长把你调到我们这儿 就是想历练一下你 走个过场吧 为党国效力没有过场 任何工作我都会竭尽全力的 当然 那这样 我带你参观一下你的办公室 不用了 已经看过了 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我先去忙了 好 报告 进来 sporting blonde 人都会不逃得到 你也归ettes 一定要扔掉 之前 冲突 安插到我们这儿 是不是盯上我们了 例行社 这个时候派人过来 是不是抓到了什么把柄 他们要抓的 也就是倒腾军火的事儿 难道有人把这个事给露出去了 石座 那现在怎么办 这个事儿如果捅到上面 我肯定是要掉脑袋的 既然例行社派人过来 那总得有人去顶雷 谷克松最近倒卖过一批军火 您看 谷克松 谷克松在门口认出了因任务失败而被贬到三十九军的许东梅 令他疑惑不解的是 许东梅怎么会身着军装出现一次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 윗 智商 看上去 心所缓 就是 开火 傅警长 得罪了 带走 行 行 陈总文 这把车扰子 上去 装弃 来 来 来 请问先生你是谁 老爷问你话呢 什么老爷 我没老爷 请问先生你是谁 有吃的吗 我问您有没有吃的 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我都饿死了 老八子 给他搞点吃腿 来呀 没听见吧 赶紧弄点吃的呀 这是不是你老祖宗啊 怎么穿得像个幻罐似的呢 不过这幻 倒是有年头了 有好几百年了 你看看 都老得发黄了 我觉得 能值点钱 不是 这老家伙谁呀 放肆 这是先祖古元定 先祖 可是他这朝服匪红 面色净白又没有胡须 这分明就是宋朝欺品宦宽的打扮吗 你祖宗真是太监啊 放肆 这位先生 先祖的确曾在宋朝为官欺品 但绝非荒管 那不可能啊 那宋朝的时候只有太监 才穿成这样的 我记错了 先生 能否不继续侮辱先祖 好好好 对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别的意思吧 对对对 你现在可以问我是谁啊 问吧 看来 我就不想知道你是谁也不行了 还行 既然你这么快就上道了 事情就简单了 那咱们就谈谈 咱们的事 何事啊 你 现在正值国难当逃之急 你居然敢走私军火 而且是战场上最紧缺的薪石装备 我说谷大组长 你胆子不小啊 你有几个脑袋呀 难不成你想把整个通海的老百姓 你都往战火里推吗 听先生的言语 也是为官之人 能否把证件给我看看 没带 那先生就是出师无名了 当然有名了 我是来挽救通海的 我是来挽救通海的 像先生这样巧言善变的 少见 但是这种小伎俩啊 我可见得多了 我会让你死得舒舒服服的 来啊 哪儿来的让他哪儿去 行行行 我就知道你还是那老一套 陈江是吧 不用他 我自个儿来 行不行 我死不死没关系 我怕你儿子 谷克松就说不定了 等等 先生是军方的人 是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有的 马带已经跳出来了 原来是赵先生当面 误会 误会啊 请 大同事 我一猜就候我了 走 我们现在就回去 宰了那个茶叶饭子 慢着 现在回去 大组长会跟我们拼命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见到那帮人啊 拳头就痒 特别是那个池老板 他外表人模狗样的 心里却一肚子坏水 这帮人一定有问题 能让人为了这点生意 被我们欺负成这样还忍着 他们八成是冲着龙脉来的 不过呢 只要他们过了通海 进山进入了禁区 我们就有理由宰了他们 是 那个叫花子跟他是不是一会儿 派去谷家的探子还没回话 叫人盯紧点 明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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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乖爷子 你们也一块儿来吃啊 这一桌子菜我原来也吃不完啊 惠勇 老朽 老朽年纪大了 晚上不敢进食 你自己享用吧 饭菜绝对没问题 不够 让老八子再给你加一份 你这话说的 我赵月泽一场小蜜 都已经交到你手里了 你要是想烧我呀 一句话的事 至于浪费这一桌子好酒好菜嘛 酒足饭宝啊 我得找个地方睡觉去了 赵先生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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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先生 等等 我们正事还没谈呢 明天再说吧 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 你现在跟我谈 明天早上起来 可一万干干净净 行不行 好 那我就安排人 把你送到客房休息 你这儿有公鸡吗 我这人睡觉比较死 不容易醒 愣着公鸡放我盆口 我明天一早就能起来 没关系 我会安排人叫醒你 那行 那我走了 走吧 来 妓院在哪儿啊 领我去呗 瞧你那样 不是 人家假牡丹有个规矩 从来不跟外人睡 什么呀 不就是个妓女吗 不就是要钱吗 还分里外不成啊 你等着 关老爷的 我这回出来太匆忙了 没带什么钱 要么 您借点散碎银子 给我霸霸身 没问题 一会儿我让老八子给你送去 就这么说定了 回头给你写签条 走了 走了 我 我 那 那 真是气死我了 老爷 此人皮厚 不好摸呀 那你说怎么办 待我掐指一算 今天女人顺了她的意 事情自然会有解决办法 好 就这么办 拉回去 是 这儿 原来是饿死鬼投胎 逃不出频道的手心 进 徐秘书 这么晚了 还没休息啊 田副馆 有事吗 过来告诉你一下 今天晚上师部戒严 你待在这儿哪儿都别去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也没什么事 师座发现有人滥用直权 老麦军火 那个人被我们抓了 今天晚上墙壁 义正军纪 明白 行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对了 徐秘书 我们在抓那个人的时候 发现他正在翻看你的资料和照片 那个人叫 谷克松 你认识吗 这能证明什么吗 证明什么 那只能证明徐秘书 你太优秀了 谷克松那小子想占你的便宜 谢夸奖 田副官 还有事吗 没事 想明白了 不是那事儿 我爷爷的仇报不了 咱们俩就没事儿 木丹 时机没到呢 木丹 你爷爷的事儿 抱在我老爸的身上 你放心吧 记住你今天答应我的 我记住了 对了 木丹 你现在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也没人照顾你 这样 我让一个小行李过来 照顾你好吗 小包子 阿姨 以后好好伺候你牡丹姐姐 是 下去了 木丹 我走了 einge as anyone 我 是 他是 胡丹 水 听闹 他 不是 我是跟你说了 还不是时候 你是不是想睡完就算 我爷爷当初怎么死的 你不是不知道 你还是不是人 贾牡丹当年急于为爷爷 贾洛生报仇 而误信八曹的花言巧语 他不知八曹心中 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他要通过古庆赋 成为通海的大公事 把贾洛生成江 把贾牡丹贬为纪念 该让贾家在通海 永世不得翻身 那怪谁呀 那当初 他不是跟外人说咱们龙外的事吗 你哪只耳朵听见的 还不是因为我爷爷主持 让夏合当了大通事 所以古兴富 恶意陷害 还给我立了块牌子 通海第一妓女 你以为我天生喜欢这么瞎见吗 不是牡丹 咱能不说这些吗 你不让我说我偏偏要说 对 我贾牡丹看错人了 我眼睛瞎了 你们老八家 实实在在给老古家做狗 还不高兴了 许家不灭古家 那是因为人家大意 古今复背地里搞什么阴谋 别以为我们大家不知道 莫丹 咱别说这些了 做点正事好吗 你 你给我去一趟 去哪儿 古家 去干嘛 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就说清楚 谁让我去的 古今复 那是谁 那个叫华子 躺在棺材里 被你家老爷领出来的 那个叫华子 去哪儿 八草 你真是个男人 我跟你去 你等着 请 你快點 我快點 我快點 你快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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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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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瞭解男人 也许他真的有什么难处 你偷听我们说话 你们俩在外头叽叽喳喳的 我能听不见吗 不过这小子还真是个熊包 我们的事情还用不着你来管 走 aw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便是你不说 我也都知道 那说说看 你都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你是怎么当上 通海第一官计的 我也知道 你是如何家破人亡 失去唯一亲人的 贾牡丹 你原本是第一大长老 贾洛生的嫡亲孙女 七年前 谷庆父因为记恨贾洛生 帮助许夏和 获得大通氏之位 趁着贾洛生 喝完酒之后口误 告诉别人玉海棠的事情 将其沉浆 并且按照族规 把你贬为通海的官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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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需要我帮你什么 镇上来了五个日本人 今天晚上可能会上山 我希望你能帮我上山 即使你拿着我的金龙令牌 就可以上山 只不过那里机关重重 你需要找个当地人带你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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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還 啊 啊 啊 施老板 出什么事了 我的死个生下可能偷偷上山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不到一个时辰 今天晚上敬一分全部都在 再说了 看队里面的酒蹄还没放松 你们怎么选择这时候动手啊 我去请了一条郎主任就不见了 大组长能不能想起来办法 同海的规矩你懂 过了那个桥 就不给我管了 山上这大通事说了算 我知道你有办法 这件事情你不能不帮忙 可何况 他们的武器可都是你提供的 如果你不把我的手下安全地带回来 我就把这个消息传遍整个土海 吃了吧 这事我肯定管 你先回了何方 我马上派人上山 也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可提醒你 你可别把我的人 当作你对付金银的炮灰 之外 你这话说的就不中听了 我可一直在帮你们哪 再说了 你也不必有些 虽然你们只有四个人 虽然你们只有四个人 和手里边拿的 都是最新式武器 山上虽然人多 还拿不出像样的武器 这谁输谁赢了 还不一定哪 我希望你能够兑现你的承诺 一定 一定 你先去 你去 老爷 他 闻松 你把灯弄点照 太早了吧 那山上还没打起来呢 今天营卫没发信号下来呀 等山上发现信号 就来不及了 我们要将功不过 让许夏和没话说 不管怎么说 这人呢 是我们带回来的 是我们先引狼入室 我们才先赶紧把自己摘干净 要是出了事 都往日本人身上推 那么迟墨那边怎么办呀 还老爸盯紧的 等他的人全死光了 就让老八子 干掉他 老爷 �igt 15分 depending 等他想要 恐还是 ache 皮疙瘩 谁 你 你 因为 alleine 阅 深 丝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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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 丝鸭 你快出来吧 你在哪儿呢 你快出来吧 丝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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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你了吧 你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不过来 我哥非让我教他实字 所以就耽误点时间 你找我干嘛呢 保平安吧 不许能丢了 嗯 给我哥也做一个呗 我为什么要给他做一个 他是我哥嘛 谁爱给他做给他做 我才不给他做 那我把这个给我哥 你敢 你要是敢把他送给别人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好好好 丝鸭 你别生气啊 我都听你的 不送不送 怎么样 那以后什么事都听我的好不好 嗯 阿娘说了 老爷们不能傻话都听婆娘了 婆娘不听话 就得揍 那你会打我吗 子雅 三姐回去 我去报警线 哎 你去哪儿啊 子雅 你先回去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有人闯山 查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还没查到 好 人家 这个女孩还挺烈啊 烈恋好啊 我死活 什么声音啊 是山上静怡的信号 有人闯山 有人闯山 什么声音啊 是山上静怡的信号 有人闯山 大同事 人找到没有 暗烧还没有回报位置 等不了了 您立刻带人去凤山 是 四虎子 你带人去江军陵 是 谢天 你带人去通天桥 是 小六子 你去老虎嘴 是 不管什么人 杀 是 我呢 你流水山寨 随机应变 大同事 我看啥 你回屋歇着吧 我不小了 有点事吧 让你歇着你就歇着 别总拿我当小孩嘛 今天私家上山找你 给你送吃的 你见到他没啊 找到了 然后我看见有人发射信号 我就跑回来了 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山上 我当时着急啊 就没管他 弟儿啊 我说你也不小了 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呢 兔儿 你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好 赵先生 不是我不帮忙啊 这时候有外人闯山 要谨慎从事 说不定啊 一会儿他们就打起来了 是啊 赵先生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 这白天上山路都很难找 更别说晚上了 更何况祖上有幸 善自尽善者 杀之 祖上祖上祖上 你们哪来那么多规矩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瞒你们了 我这回到通海来的任务 就是追击这五个日本人 赵先生的意思是 那五个人是日本人 大组长 他们可都是您的客人 您会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赵先生 你这可就冤枉我们家老爷了 那迟老板跟我们做了 三年多的生意 每次都很规矩 中国话也说得地道 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呢 我就不明白了 或是你们惹出来了 我替你们灭火 你们倒好还拦着我 大组长 我真是想搞清楚 你跟这个迟老板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赵先生 你这是将我军哪 我要是不想办法 把你送上山去 我倒成了勾结日本人 出卖通海的罪人了 还就是这意思 放肆 放肆 闭嘴 我知道大组长 你会有办法的 不过得抓起时间了 晚了 就更说不清楚了 来 你也会做到你的办法 尼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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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通事对你可不友善哪 今天要不是我早出手啊 你早被沉浆了 还要谨慎从事 你也知道 这山上来的事情不归我管 我们的大通事要是把你当成闯山的 给中了 就是我出面也保不住你 这个你就不用烦了 只要你把我送过去 是死是活 不用你负责 那你也不想让你去 老八子 大组长 送赵先生上山 什么 现在上山 有外人闯山 他代表国民政府协助进营 他 国民政府派一个进 国民政府也太那个 一个人管啥用啊 老爷 再说了 这黑灯下火的 上山很危险的 叫你去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你都听见了啊 我可没睡你那女人 现在该是你报答我的时候了 算你仁义 老爷 老爷 你真放他上山啊 他是国民政府的人 万一被他抓住 我们把武器给了日本人 罪过可就大了 你怕什么 你以为 他上着山还能活着回来啊 不是 老他要真死了 我们就更说不清了 他代表的是国民政府 我 我能拦着 反正 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 他执意上山 不管他是被机关按道 还是被大通事给宰了 跟咱没关系 他省事了 老爷 你英明啊 赤木那边盯进楼 是 八草 你不赶紧离我上山去 到厨房来干什么呀 你先别问这个 我问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门口偷听 你那么在乎姜牡丹 把他送到我房间来 能不在外头偷听吗 人之常青 你猜的 啊 你以为我是什么耳朵啊 我能听到你在外头 算你人意 你这干嘛呢 伪装啊 喂 喂 喂什么装啊 防蚊呢 你知道吧 山里边温子多 个个能够水漂那么大 你没到地儿呢 血得洗干 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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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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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事 是不是有了金龙令 就能上山 那当然了 行 走吧 等会儿 等会儿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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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好啊 走走走走 找到了 没有 没有 那你回来干吗 我回来看他有没有回来 继续找 是 等等 叫上小六子 多带点人手 一起去 明白 早知道这样 我就等他了 你就能谁 多带点 婶 你怎么停下了 走吧 走吧 就到这儿了 两天走了 这才到哪儿啊 赶紧走吧 你知道吗 这是债门 过了通天桥啊 那边就禁地了 有危险的 怨不得贾母带说你 你就是个熊猫 你别僵我啊 丢命的事儿 谁都不会干 你要上山你自己去 你别拽着我一块儿死 我还告诉你 就算是同海人 过了通天桥到禁区 那禁营可以随便处置 知道吗 那他们的吃喝 不都是你们送的吗 每次就送到这儿了 真的 赵先生 真不能往前走了 这几百年了 山上有多少 机关暗道 连禁营自己都记不清了 知道金龙山 为什么没有野兽吗 都被机关暗道给杀绝了 行了 你就别在这儿说天书了 我可告诉你 没找到日本人之前 我必须得上山 你想上山你自己去 我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杀绝 本人了 你不认识我了 我就是那个 从棺材里出来的那个 你啊 这前面是禁地 你不能进 我就去看看 行不行 有这个就能进了吧 搞错了 哪里来的 你管不着 这是不是你们的通关令牌啊 是啊 那我有这个令牌 是不是就能过去 是啊 那你是不是就不能拦着我 是啊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 把你的手放下了 是啊 天哥 那是不是应该带他进寨里啊 是个屁啊 让私里边跟合 徐秘书啊 不好意思啊 你看你今天刚来报到 就出现这档子事 都怪我一时疏忽 让这些人钻了空呢 师座行事 真是雷厉风行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过 这么快就把人枪毙了 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治军就要聪严 再说了 这贩卖军或中宝四囊 是党国的助手 这种行为会动摇军心的 必须杀于精白 杜绝后患 实作英明 不过 这杀人的事我还是不看了 我手头上还有一点文案工作 我先去处理一下 寻秘书清廷 天后馆 你 你们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鉴于谷克松任职期间 利用植物之变 大肆贩卖军火 数额巨大 经裁决 将其枪决 以正军纪 李明 我是冤枉的呀 我真是冤枉的 老田 你听我说 我只有一不好土人 钱又不是我一个人囤的 你听我说你别恩啊 那个贩卖军火 这么大的事 你也知道我一个人 干不了是吗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来 老田 你听我说你别恩 老田 我明白了 你们这是拿我顶雷啊 你们 好错你们都拿了 现在拿我当替死毁是吧 我让这事做 古营长 你就不要耽误时间了 安静双路吧 不是 老田 你听我说 老田 老田 平时我对你 师座 师座 我有重要情报 向你汇报呀 师座 准备 等一下 等一下 师座 我老家有一个 先连了古墓 里面真是毛子 我可以探进去 表准 师座 陈牧官 等一下 我 牧场 古墓总 回事 那个什么 师座 收队 说吧 师傅 我家在同海 虽然这个地处偏僻 但这绝对是世外桃源 民风淳朴 云淡风轻的 是个好地方 林长 你要是再抒发 你对你们家乡的思念之情 我立马送礼回老家 别别别 不是 师傅 那个我从小的时候啊 就听说那有个一千多年的古墓 买点什么人 不知道啊 但是听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 那个宋朝时期有一个大将 就带着一队人马 还带个风水师 还抬了一个挺神秘的灵鹫 就到我们通海了 然后就在那儿建了这么一个墓 后来这帮护木军就留下来了 我们都属于他们的后裔 古营长 你这个故事编得不怎么样啊 不是 我没编啊 师傅 我刚才说的句句属实啊 我 我 那你们家为什么不挖呢 不敢挖呀 那个师傅 你不知道 这个古墓 就传说叫人下了个诅咒 你知道吧 谁挖谁防倒屋他 横死全家 然后祖堂八代都倒霉 古克松 你什么意思 你让师傅去挖 你按的什么心啊 不是 不是 听我说 听我说 你搞什么师傅 这 这都是一个迷信 你知道吧 主要是吓唬老百姓 怕他们去盗墓 古克松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 师傅 我就想 我就想拿这个宝藏 换我一条小命 中华民族怎么出了这么个败类 师 师傅 师傅 息怒 不是 手下是这么想的 你想想 现在 现在中国这个形势 小日本肯定要打我们 是不是 你说咱们不挖 早晚也要小日本给挖了 你说咱们挖了 是不是属于 保护中国文化遗产了 他们小日本要是挖了的话 这不就全给糟蹋了吗 这不挖 这话说得有道理 一个因果吧 必须是精锐 什么 挖个木还要精锐 不是 师傅 那个在我们通海有一伙土匪 他们叫锦衣营 不是 也 也算不上土匪 其实他们也属于那个 护母军后裔 然后就世世代代守着这个 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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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你知道吗 然后我听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 历朝历代就有很多盗墓的那些龟孙的 就上去 不是 师傅 我就是举个例子 然后就去盗墓全失败了 对了 还有那个成吉思汗跟乾隆 都亲自派兵去过 全给打 打败了 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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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那帮土匪 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师傅 这小子 就是在胡说八道 不是 师 师傅 我 我绝对说的全是实话 师傅 你想想 一千多年的古牧没被盗过 这个锦衣营 绝对不可小事啊 师傅 我看到了 古牧怎么回事 我从小的时候啊 就听说那有个一千多年的古牧 一个英国吗 必须是精锐 什么 挖个墓还有精锐 那个在我们通海有一伙土匪 他们叫锦衣营 不是 也 也算不上土匪 其实他们也属于那个护木军后裔 这小子 就是在胡说八道 师傅 你想想 一千多年的古牧没被盗过 这个锦衣营绝对不可小事啊 让他把话说完 对了 师傅 我们那儿还有很多传说 什么传说 就是 论墓沉浆 论墓沉浆 什么意思 就是 不能谈论古牧 谈论古牧者 就沉到家里给你淹死 谁规定的 我爹 你爹是干什么的 我爹是组长 这 这条规矩也是 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好 你个顾客搜 你这是摆了师傅一道 你小子 以蛙木的名义 让我们送你回老家 然后 再让你爹 让靳玉莹把你救回去 对不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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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师傅 师傅 我 我 我就想 你小日本要是打进中国 我们肯定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来 然后您挖了这个宝藏以后 就给我留下这么一小点 我就带着我爹离开通海 杨老 师傅 请发言 胡客总 你要说的情况属实 我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师傅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人 谁 就是新来的秘书许冬梅 他也知道这个古墨的秘密 不是师傅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 呃 现在这个禁营的大同事啊 叫许夏和 师傅 你想想许冬梅许夏和 他是这么俩 师 师傅 英明 师傅 属下 就想 把这个许冬梅带上去 攻打通海 就万一啊 万一咱有个闪失 打不过禁营 咱手上有许冬梅这张王牌 是不是啊 他许夏和救后是再狠 他也不能牵手杀他妹妹 咱这是双毛钱 哎呀真没想到啊 顾客松 你小子脑子还行 挺灵 不是 都可以师座栽培 好了 下面的事我来办 听话 老家 跟我解一下 来 停 来 感谢老苏总 感谢老苏总保佑 来 来 来人啊 来人啊 给我解开啊 曲小天让我通知不自养 带上一个营的病例 准备出发了 日本人刚刚行动 这国军偏偏在这个时候 盯上了通海 你赶快把这个情报 传递给赵岳泽同志 让他做好准备 带定禁义营 阻挡国军的进攻 我要向上级汇报 请求支援 什么 师座这个时候 让我带一个营的兵力 进山脚粉 东北已经沦陷了 华北五省自治的事儿 刚刚闹完 日本人随时都会发动全面战争 战士们 都想着上战场 打日本人栗战功 你说他这个时候 怎么好好想起来 进山脚什么匪啊 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啊 我们三十九军 还有什么颜面呢 胡营长 师座已经决定了 今天晚上就出发 还派了一辆专车 专门运送武器和粮草 看来一时半会儿 是回不来了 告辞 他们来 他们来 准备撤退 准备撤退 他们来来就别让他们走了 杀光他们 是 是 事情 是 谁 是 是 所以 他们 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那个女人耗费了你不少的力量 行了 大家省一点 我们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糟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个人 赵岳泽紧密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结合尸体的位置 一对杀人守法的判断 严寻地上的人为踪迹 他隐约感受到 这些床山者很可能已经潜入了 金义营的腹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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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让我接见死鸭 你放开呀 你放开我 哥 死鸭 是我爱死的你 下河姐 下河姐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对吗 下河姐 你就让我再看一眼死鸭吧 你就让我再看一眼死鸭吧 下河姐 别叹了 死鸭头那么喜欢你 他一定不希望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是我爱死的四鸭 我给他偿命 跟你没关系 你是那帮畜生 我们一定会为死鸭头报仇 我只是看一眼 给大家伤害 尼多决定 我来多决定 刚从三楼 再决定 已经是能仰 想要大决定 快点 快点 别让我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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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果然才不出息 我们赢了 走 程吉思 在 你给我盯紧了 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 击鼓传信 是 是 海料 有 船林下去 让所有的岸上都给我打起精神 记得留活口 知道 所有的人做好战斗准备 是 怎么做 我给你做好战斗准备有之后 好 好 好 带走 走 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 在金龙谷你忘了 我就是那个从 棺材里钻出来那个人 你少废话 走 不是 真的见过 不 不 你 那个 看 他 看 你说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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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 将军令 将军令 好 将军令 我要让你们许债许债 他们好像发现我们了 他们在搞什么 九百年前的作战方式吗 也许赤木军说得对 我们应该先撤出去 你怕了 中军军他死得也太大 混蛋 你应该为你的懦弱 抛肤 我错了 我们大日本防军 不应该有一丝的欠乱 战斗吧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错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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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拨打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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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 生日日快乐 是 我们下班 来 起床 chuckle 行 我的天 烈 小声音开枪的 这样我们会暴露的 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玩的把戏 小心 他们竟然发现我们了 不如我们就把他引过来 他们会像狼群一样 把我们失睡的 与其和他们在山中浪费体力 还不如园里守住带兔 他们喜欢机关 那我们就让他们尝尝 现代机关的离开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走 你去把他们引过来 是 大通事 咱们又见面了 怎么回事 林子里有两个咱们的安少兄弟 被杀了 又发现他被困在咱们的机关里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小子干的 你别胡说啊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怎么可能是我干的呢 我我我我相信保证啊 我发现那两个弟兄的时候 他们已经死了 绝对不是我干的 那你上山来干什么 帮你们抓闯山的贼啊 贼喊捉贼 最近进入通海的外人 只有你们六个 你跟他们分明就是一伙的 哎 我冒死上山一片好心 你不但视而不见 怎么还血口喷人呢你 是 现在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 看看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哎哎哎哎哎 能不能别每次都这样啊 有什么话咱们不能 好好坐下来谈谈吗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你怎么知道有人闯山啊 你们记忆赢的战股 敲得震天响 全通海的人都知道 你们在抓闯山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既然你说 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那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们是谁 我告诉你 根据我勘察现场的情况来看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人 而是特工或者是尖兵 还有啊 我判断他们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 这不可能 我试探过那个池老板 他说这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怎么可能是呗 不光是你 连大组长都被那个池老板 骗了整整三年 来通海干什么 生意 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 外面兵花马乱 为了安全 不知道大同事有何贵干 走 难怪跟我对答的只有池老板一个人 他那几个手下被我欺负成那样 还是一言无法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原来是这个 那他们日本人也太想看我们金营了 就凭那几个 一想闯山 他们人虽然少 但是他们一定会携带最新式的武器装备 说实话 我还真不看好你们金营 你都是快死的人了 凭什么看不起我 好汉不称一时之勇 我敢断定 没有我的帮助 你们还真不一定能抓着他们 不信的话我们打个赌 赌什么 如果抓着他们之后 给我留活口 我有用 好 我跟你打这个队 但是如果你敢耍花样 我立马宰了你 没问题 那就一言为定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松绑啊 打赌可以松绑不行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是 人都送上去了 是 老爷 按照您的吩咐 就送到寨门 他们能不能上去 那就看他们造化了 去吧 你去盯着迟老板 你去盯着迟老板 他要是跑啊 你就干掉他 来 迟老板 可是日本人哪 日本人怎么了 不也是两只眼睛一张嘴嘛 除非你都能杀得了 就不能杀日本人 迟老板要是活着逃出通海 把咱们提供武器给日本人 利用他们削弱禁营力量 这件事情捅出去 让通海的百姓知道了 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哥 哥 老爷 他们这五个人要是死在通海 日本人要是知道了 那还不找上门来 死四个和死五个没区别 日本人哪 迟早会找上来的 现在通海就快肥肉啊 让老鹰盯上了 这劫啊 咱们是躲不过了 老爷 您和池老板 这么多年的交情 要是留他一条命 说不定 将来还能替您说话 你觉得日本人 会念你的情 日本人就是条狗 喂不饱的狗 你把柄在他们手里攥着 你就得当他们是条狗 你就是喂饱他了 他也得咬死你 日本人你也敢信 不不不不 老爷 我就信老爷的 一会儿 晋营下山了 就让他们动手 你就在边看着 反正 人是许夏和杀的 日本人要是来要人哪 就让他上山找许夏和去 但这池老板 要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你务必把他干掉 明白吗 明白 行了 你去吧 大同事 根据简报 他们还在将军岭 围起来了吗 跑不掉 活捉这群王八蛋 是 等一下 最早发现敌人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 也是将军岭 前后间隔多长时间 三驻向时间 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还在原地不动 差不多 三驻向的功夫都过去了 他们既然原地不动 这说明他们已经设好圈套 等你们往里钻了 我们那么多人 还怕他们四个设下的 什么狗屁圈套 你真狗无知的 一个建兵一挡板 你晋营有多少人 够他们杀的 几百年来我们晋营 什么人没见过 你跟日本建兵打工吗 不是 听见了吗 这是地雷的声音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应该是炸战车的地雷 也就是可以炸坦克用的 安然 坦克是什么东西 你们可能谁都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地雷如果炸人的话 连炸都不熟 坦克我听说过 会跑的铁克车 算你还有点见识 这只是刚刚开始 现在停止一切还来得及 不要再增加无谓的伤亡了 现在是敌人在岸 咱们在命 本来应该以岸对岸 谁动就谁输 可你倒好 还拼命让手底下的兄弟 往里冲 这不等于是立着把刺 让人打吗 你是靳音的大通事 得为手底下将士的性命负责 传令去 骆小包围圈 给我狠狠地打 是 你怎么这么固扯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 他们都会死光啊 他们都是有爹有妈的人 现在打仗不跟以前一样了 得要讲究战术战法 要讲究策略 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这样啊你 我可以说了吗 你看 那你怎么这么厉害的 我应该说的 他最后一样了 他最后一样了 你怎么这么厉害的 这个可能性的 好 可以 你怎么这么厉害的 我一直都会说 这个想法 或者说 好 你怎么这么厉害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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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之所以显得人多 是因为人家玩的是游击战 无非就是不停地变换攻击位置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你们还非得缩小包围圈往里冲 一案对案谁先动手谁先死 给他松吧 那你说怎么办 动不动玩命 这是莽夫之勇 这种打法就得战术对战术 战法对战法明白吗 你就别卖关子了 四眼死了 我们心里都窝着火呢 大同事心里更不好受 帮你们可以 但是我有个条件 说 有 信任 其实对付这种战法很简单 只要围而不攻就行 就这么简单 大同事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想看看金龙山的地图 熟悉熟悉地形 一到关键时刻就跟我来这套 行 我不管了 算我白搭行不行 赶紧给我找个地方睡觉吧 要么 就把我拖出去中了 或者沉浆 反正你们也只会这些 给他看地图 我对妈呀 这是多少年的老古董啊 拿下来拿下来 我看不清楚 这话挂了几百年了 不能拿下来 你要想救弟兄们的命 就得先把你的祖先放在一边 否则我没办法帮你 好 来 随便 她 lige 眼神 这里 一 次 脑 sẽ 给他把花摘下 哪条是上山的路 上山一共三条路 山前两条 老虎嘴 将军岭 山后一条 雷公背 哪条路最难走 机关最多 雷公背 好 从现在开始 把所有人部署在将军岭周围 雷公背一侧 流出豁口 一旦打起来 就把他们往这里赶 这样一来 他们就会被机关困住 不行 我改变主意了 死了那么多的弟兄 我要亲手杀了这帮王八蛋 给撕压和死去的弟兄报仇 你杀人有瘾啊 你一个姑娘家 那么嗜血干什么 怎么样 报告达同事 我们在山林里杀死了一个 这么容易就死了 太便宜了 尸体拖过来没有 给山下发信号 把叫花子关起来 你干什么 你这是贴骨子 不认账啊 你还讲不讲道理 讲不讲人意啊 我们打得赌呢 看心情 什么看心情 你怎么能这样呢 大成 在 把话挂好 跟我去看看尸体 是 古克松的出现 让许东梅着实意外 他感受到了这个军部 错综复杂的关系 并且断定 存在倒卖军火的行为 难道古克松 只是一只替罪羊 真正的主谋 其实另有其人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跟我们走一趟吧 跟我们走一趟吧 去吧 赵雅泽说得没错 那几个果然是日本人 可是日本人 为什么要上山 难道也是奔着龙脉来的 这就得问大组长了 他可是夸下过海口 出了任何问题 他负责 放贼进来的是他 最先喊捉贼的也是他 好人坏人 都让他一个人当 进通海的 一共有五个人 可是上山的 只有四个人 我估计 那个池老板 应该还在镇上 古庆富那个老狐狸 不会背着我们 把日本人放了吗 我马上送信下山 让人盯着他 留活口 我要审他